谢霄不想离开 奈何盖淑紧紧拉着他不放 他只能跟着对方走 现在南宫锦书院子里只有他们三人 索性开门见山 原姑妙 莫不是陆大人逼迫于你 他们锦衣未冷血无情 岂有人敢将真心托付 若你身不由己 大可此时说来 我南宫家虽是一介伤人 不敢与锦衣未直接作对 可我并未触犯大明律法 想必锦衣未的手也伸不了那么长 只要你有难处 在下院鼎立相助 南宫锦书见二人距离如此之近 原今夏的举动显然也是信任陆毅多一些 可即便事实摆在他眼前 他也不愿相信 在情之一事上他却是倔强 只相信自己想相信的 南宫公子 我与陆大人相识三年有余 他是什么样的人我最清楚 锦衣未也并非全是冷血无情之人 还望南宫公子慎言 原今夏脸上难得浮现出对南宫锦书的怒意 他之前再怎么不愿意与他相处 还是碍于欺夫人所托 为了前线万千将士的性命与他笑脸相迎 可如今听到他说陆毅 他心中不愤 既然你们已然相识三年 为何他不娶你 南宫锦书这句话几乎是吼出来的 他这一吼 原今夏与陆毅都愣了 但不同的是 原今夏担心陆毅一个心情不好 当场与南宫锦书动手 他到时候夹在中间 不知道该不该拉架 而陆毅则是在想也许可以趁此机会 与原今夏好好谈谈 他想知道他为何还不愿意嫁 等官做事难道还要向你汇报 陆毅瞳孔一缩 眉眼中尽是不耐于厌恶 是在下唐突了 南宫锦书瞧着他们二人 你一言我一语地相互维护 心中最后一点希望已被打破 他内心一片苍凉 整个人看上去有了几分颓废 你确实唐突了 陆毅拉着原今夏的手 眉头紧锁 既像是在宣誓主权 又像在宣告胜利 南宫锦书缓缓抬起脚 神情麻木 眼光呆滞 不知如何自处 待他走远 陆毅揉了揉眉心 原今夏正要走 却被他从背后抱住 他将下巴靠在他肩上 双臂还着他的腰 微微侧脸 呼出的气息喷洒在他补梗间 他顿时全身僵硬 亮 大人 原今夏对陆毅这突如其来的 亲密感到震惊 大人 这是难攻服 会被人看到的 原今夏的腰间 能感受到陆毅掌心传来的温热 对方熟悉的气息喷洒在他补梗间 像猫爪轻轻挠在他心上 苏麻儿又享受 今夏 你这般招风引蝶 我要拿你如何是好 陆毅头疼不已 他的小姑娘最擅长投其所好 什么一家老三 谢霄 南宫锦书都是男儿 倾慕于他 也无伤大雅 只能说明他陆毅眼光好 找了个宝 可就连淳于敏都能在他的救命之恩下 以身相许 不仅如此 那肖香格的姐姐 怕是也对他念念不忘 他差点忘了 驿站里还有两位姐姐 对他日日挂念呢 他陆毅不仅要防着男人 对他的际遇 还要防着女人 对他的依恋 不仅如此 怕是连美食和银子 都要排在他面前 他心里苦啊 大人我哪里有招风引蝶 对于陆毅的控诉 原惊吓可不认 他向来都是坦坦荡荡的 男公公子都问了 你我何时成婚 我不是逼你 我知道你有你的想法 我等你 陆毅最终还是没忍住 吻了袁金夏的驳狗 袁金夏被他抱着 等就全身僵硬 这突如其来的一吻 更是让他睫毛微颤 如梦如画 他的手仿佛失去了控制 不知该如何挣扎 身后的微微响动 拉回了二人的理智 被他看到了也好 省去一桩麻烦 袁金夏羞答答地 跟在陆毅身后 任凭陆毅牵着他 回忆站的路上 他罕见地沉默下来 陆毅则是心中雀跃 眼角眉梢都流淌着 掩饰不去的惊喜 男公警叔瞧见了 他们二人的亲密 亲眼所见 他又怎么怀疑 他还能怎么怀疑 他望着二人离去的方向 一双寒潭般的眼眸 显得深沉无比 目光闪动间 流露出难以名状的复杂之色 既有难以掩饰的绵绵情意 又有历经沧桑的伤感 还有一抹一瞬而逝的悔痛 各种情绪交织在一起 他不由跌坐在地 而这一切 陆毅与袁金夏全然不知 与他们又有什么关系 关意内 盖书仔细打量着雪儿 与青竹二位姑娘 想着袁金夏不愿意 嫁给他那乖孙 或许与这二位姑娘有关 心中已经盘算着 要如何挽救他们二人的姻缘了 书 您怎么在这啊 谢袁月呢 袁金夏好不容易看到一个 能让他转移话题的人 三步并坐两步欢快跑去 洛伊跟在他身后笑容玩耳 盖书一听他来 还不曾说什么便将他拉到一边 洛伊抬脚跟上 层幅却有要事禀报 盖书神神秘秘的 袁金夏还以为是什么大事 只听他啰里啰嗦 东拉西扯了许多就是不进入正题 袁金夏实在忍无可忍 让他说重点 另一边 吴首旭又送来几个美人 还有几箱财宝 洛伊全都让他带走了 不仅如此 之前送来的二位姑娘也一并返还 处理完这些事 走进袁金夏的屋子 却不小心听到了他们二人的对话 丫头 你是不是因为院子里那两个姑娘 才不愿意嫁给我那乖色尔 如果是因为那两个姑娘 说这就把他们打发走 你可别不要我那乖色尔啊 你说这三年你为他付出这么多 咱们大家都是看在眼里的 此时 他出来了 要是敢负你 说一定履行长辈的责任 替陆家清理门户 盖书说的杀有其事 袁金夏无奈地扶着额 这是怎么又扯到那两位姑娘身上了 说我和大人很好 没有那二位姑娘什么事 再说了 那二位姑娘还是我留下来的 说您就放心吧 这杯喜酒 少不了您的 袁金夏怕盖书搞不清状况 一怒之下真会去替他出头 谢谢大家 请准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